昨天我們有報導過說這個最近網路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圖卡 來指控說這個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背後是英系的中常委黃成國 那王世堅他昨天是火大提告的嘛 他就說這個圖卡其實就是來自他的對手 同時也是現任立委何志偉的陣營 那何志偉當然不甘失落啦 他在昨天下午受訪的時候他就回嗆了 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打過這個負面的選舉 也沒有攻擊過王世堅說你有出軌啊 你做衛政啊你的誠心問題啊債務問題等等 他說你不要侮辱何志偉跟選民 他更質疑這是有心人在自導自演 我何志偉從來沒有攻擊過王世堅 我沒有攻擊過他的婚姻問題 他出軌 他在上一次八仙過海的時候 去開房間我從來連提都沒提過 我也沒有講過甚至做偽政我也沒有講過 我也沒有攻擊過王世堅他對選民的誠信問題 我也沒有攻擊過王世堅他的債務問題 何志偉表示自己在那個群組被打五年看到都麻痺了 今天自己終於能夠理解蕭美琴的痛 被抹黑甚至被逼退出政壇 現在一樣的套路攻擊正在重複 當時王世堅對他的攻擊讓整個黨沉疾很久 何志偉從來不打負面選戰 因為我尊重我的選區 而對王世堅喊要跟魔鬼奮鬥到底 何志偉指出 為什麼一個活生生的人 大家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政治人物 會被抹黑成魔鬼呢 何志偉指出 自己從來沒有攻擊過王世堅出軌 開房間 叫人家做偽政 債務還有誠信問題 但是今天用魔鬼這種形容詞來比喻 拜託王世堅不要糟蹋選民 台北市長蔣萬安上任之後呢 昨天首次進到台北市議會進行施政報告 那麼在程序發言的階段呢 王世堅馬上送上一份禮物 欸是什麼呢 同樣也是非常的有創意喔 是一個棕色大熊的六組螺絲起子套組 就是畫面中的這個小玩偶 世堅真的每次送東西都很有梗耶 沒錯 非常有梗喔 那這個梗的背後含義是什麼呢 他的意思呢 是希望呢 蔣萬安能夠摔緊市府的螺絲 還有摔緊自己的螺絲 市府團隊 羅斯部多大 你的王世堅多大 來了來了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的經典送禮環節 終於來啦 為你今天 我在這裡講師 對你下個第一場就是 送禮的第一場 送禮師 羅斯起誓 王世堅要台北市長蔣萬安 拴緊市府螺絲 不過仔細一看 這個螺絲起子 似乎長得不太一樣耶 這是我的起子 很可愛喔 有六種不同的尺寸 可以鑽緊不同的尺寸 喂 這畫風怎麼轉變這麼快啦 王世堅還示範怎麼使用 接著親自送到蔣萬安的面前 而蔣萬安微微笑 點點頭 最後由幕僚接下禮物 不過送禮這招 各黨團都學了起來 好 四腳 女兒 小趴一下 你今天願意 苦心退禮 做牛 做馬 好不好 國民黨團送上老虎牙子和蠻牛等提升飲料 期許他們拿出十二萬分的拼禁及魄力 而民進黨則是火力全開 民進黨團諷刺蔣萬安靠蔣家光環當選 就任已經百日卻連里長都不敢見 最後民眾黨團也是酸度爆表 既然這一本要抄標文字是以超西城 就是以超好招 民眾黨團送上黃珊珊版本的市政白皮書 要蔣萬安當成參考書 不要總是使用大撒幣政策 看來不只王世堅 各黨團也都學到了送禮的精髓 除了王世堅很會送禮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人也很會送禮喔 他是誰呢 他就是台北市議員徐曉星 因為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這個台北市長選舉期間 有一個粉專叫做無良公關公司 他們當時就PO出了一張照片 來暗指說這個國民黨 他們是計畫要偷拍 當時的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的形勢來抹黑他 對此呢 徐曉星等國民黨人他們就委託律師了 陸續來控告這個貼文的無良公關公司 還有轉載的粉專跟網友高達104人 那台北地檢署呢 昨天下午開庭 徐曉星又是到現場發放了這個300份的爆米花跟可樂 說他們要開側翼同樂會 去年台北市長選舉期間 粉專無良公關公司PO出一張照片 按指國民黨計畫以偷拍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的形勢抹黑 對此 徐曉星等國民黨人委託律師陸續控告 貼文的無良公關 台北地檢署13日下午開庭 徐曉星到現場發爆米花開測以同樂會 300份點心飲料不到15分鐘即將發送完畢 我們最後總共告了107人 有好幾位我知道已經去做筆錄了 但從去年年底選完之後到現在一直這個庭都迟迟沒有開 今天是第一次開偵查庭的日子 所以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未來每一次開庭的時候 我們都會開同樂會 民進黨中職會呢 他們現在已經正式提名了說 副總統賴清德要參選2024的總統大選 那當時賴清德他是在記者會上面 他就提到 他說2024是民主與專制的抉擇 那對於他的這番說法呢 新北市長侯友宜就表示 他說中華民國在1996年之後 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啦 每個人手中都有一票 落實民主機制已經很多年了 但是現在政府內政停滯 百廢待舉 他認為應該要立即改革 要讓人民可以安心的過上好日子 侯友宜昨天被媒體問到賴清德的言論 侯友宜就表示 中華民國在1996年後 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每個人手中都有一票 是自由意志的展現 落實民主機制已經很多年了 而話風一轉 他表示 現在人民最關心的是能夠安全 安定 安居樂業 但是現在看到內政府的內政停滯 百廢待舉 要立即改革 要讓人民可以安心過好日子 媒體就追問 那市長您是可以改變內政停滯的人嗎 侯友宜則回應 新北市這幾年大幅進步 相信新北市民都有感 台北有一名男子 他在13日的時候喝醉之後搭了計程車 沒有想到途中竟然因為不明原因 突然這個這個一直就是用拳頭暴揍司機的頭部 經過拉扯之後呢 竟然還搶走司機手上的這個手機 來阻止他報警 那對此呢 計程車工會有表示 司機受到了很大的驚嚇 對此已經決定要提告了 台北一名30歲的陽性男子 13日早上6點多喝醉後搭小黃準備下車時 卻突然伸手搶奪31歲死姓問獎的手機 還動手毆打問獎 接著還勒住對方的脖子狂飆髒話 甚至口出惡言威脅司機 你他X屌是嗎 我告你了 我要去搶來啦 隨後揚男開門下車繞到駕駛座 向問獎不注意時搶走手機逃跑 讓問獎崩潰大喊 你偷我手機幹嘛啦 你慌我啦 我又沒對你怎麼樣 兩個人直接在大馬路上追逐 不時還能聽到問獎私心裂肺的喊叫 計程車工會表示 死姓問獎受到嚴重驚嚇 目前情緒仍處於極度不安與害怕 工會已經向問獎說明後續處理的程序與方式 將會對出拳毆打的揚男提出告述 而死姓問獎則表示不清楚揚男為何動手 自己的頭部手部受傷 眼鏡也被打歪回順 楊男當下表示願意賠償2萬元和解 但都還沒得到死姓問獎的答覆 就直接離開 接著帶大家來看到 調查局現在居然經報一起收賄案 嘉義市調查局前調查官紅石 也是現任了澎湖縣調查站的組長陳其元 他涉嫌收賄10萬元到20萬元不等 來包庇在押的被告跟家屬可以私會 那廉政署南部調查組他們獲報之後 在13號前往這個陳其元的家的住處 還有辦公室來搜索 並且約談他到案 而橋頭地檢署也在今天向橋頭地院來申壓 根據調查廉政署接獲檢舉 陳其元涉嫌在2019到2021年期間 擔任嘉義市調查站的調查官時 收受台北跟高雄監獄2名受刑人的金錢賄賂 金額大約在10萬元到20萬元不等 而陳其元也因此包庇了受刑人私下 與家屬慧面交代私事 陳其元是調查班42期 砌毒績效盛家 他甚至還有砌毒英雄的稱號 備受長官青睞 這一次爆發收賄案 也讓高層相當震驚 而陳其元在遭到約談之後 全案目前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偵辦 可處無期徒刑 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罪行極重 而橋頭地檢署今天偵訊完畢之後 向橋頭地院申壓 而兩名受刑人則是還壓監鎖 想宣傳 對 說 喂 CG